終於輪到我當奸商了 哈哈哈哈 再見 李克 我會懷念你的 今天來執行我的動森 Amiibo 卡牌販售計畫 因為阿伯之前有買一些 Amiibo 的卡片嘛 然後現在在地下街這邊 那我又找到一家可以租貴位的店家 然後要來看實際上 Amiibo 卡片賣出去會賺多少錢 事不宜遲 我們就直接去找店家的店長吧 GOGO 來做個小老闆吧 今天來賣動森卡 不知道可以賣多少 做個實驗賣一個月看看 阿伯會在地下的某家店家賣動森卡 歡迎來光臨 價錢應該比市面上便宜很多啦 我大概看過最少是半價以上 應該吧 好 怪佈置完了 超便宜 我也不知道便宜不便宜啦 你覺得我們賣的便宜嗎老公 我知道我也覺得有的也是賣的便宜 是喔 還是我們買很貴 我也不曉得 後天再來補第二單 他也沒有人買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人買 好了 座座完畢 關起來 好 裝潢完畢了 不知道一個月後 會不會全部賣掉 還是根本沒有賣 到時候就知道 來去跟老闆結帳 剛把動森卡擺完了 這家店我剛看過了啦 攝影機超多的 然後店長還派充部保證 我們這邊全部都是攝影機 嚇死你了 敢多東西 告死你了 不是啦 就賣一張豆梨而已 豆梨啊 用豆梨掃一張 豆梨掃一張 好啦 繼續來補貨了 今日戰績 禮拜三來看賣一張 然後今天來看又賣一張 所以賣了兩張 路不呼出 賣了一張10號的 好啦 來補貨了 跟阿伯 預想的 好像有超過 就是這次 賣了多份卡鉗 然後賣滿多張的 可能價值的關係 對對對 然後現在要來補貨了 我會先把單張的貼到牆上 這隻角色有錯 老婆覺得為什麼會賣那麼快 我真的不知道耶 有頭緒嗎 我也沒有頭緒 我們應該算賣最便宜的吧 你貼歪了 糟糕 沒關係 大家要的是卡片 李克 李克 李克也在買走了 給剩一張的 還是那個小朋友拿到零用錢 很開心趕快來買 振興券 振興券很開心 馬上來買 來補貨了 來補貨了 今天賣了幾張 一二三 賣了四張 對 平日啦 假日不知道 假日不一定賣得好 因為大部分的卡應該 大家都買走 好 今天又來補貨了 然後今天比較慘 這是假日的最後一天 但是今天只有賣兩張而已 剛補完貨來回家了 好 今天賣了六張 然後現在來整貨一下 賣了 牆壁空了一堆 把野緣廣誌貼下來好了 你看像不像野緣廣誌 像吧 野緣廣誌啊 我不知道他是誰 你不知道 不知道 蠟筆小新的爸爸 不像嗎 你自己覺得 你說那個鬍子 對啊 超像 好了嗎 好了 好 關門 今天收穫賣了六張 雖然蠻開心的 不過因為 被櫃子租一個月 下個禮拜就會到齊了 到時候來結算一下 總共賣了多少 今天沒有賣半張 結束 有客人問這個 兩張卡片 第四張我沒有啦 這個161賣完就沒了 應該是沒了 161是哪一支我還真的不知道耶 應該擺完 好吧 回去再看一下 為什麼不是197呢 最後一個禮拜了 應該禮拜日還會再來一趟 就是把卡片收走 結束了 這個實驗 雖然很快 但是還蠻有趣的 今天最後一天 租櫃的那個 最後一天到齊 然後現在是 在搜 裡面的卡片 搜完 然後回去統計一下 這一個月到底 租個櫃子賣了多少錢 我還有 還沒收到的 差點 差點送他三張卡片 YES 看一下 有沒有 少拿什麼 有啊 這個 收好了 回到家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幾天賣的一些卡吧 阿伯 這一個月啊賣的這些卡 其實第一天到第三天下來蠻慘 只賣出兩張 然後我記得 卡片都算蠻便宜 所以那時候根本是 電珠都付不起 然後等下會講電珠多少錢 然後直到第四天第五天 就有到假日的時候啊 才算賣比較好一點這樣 那之後就是 算 平反吧 可能是那個時候已經算接近 月底了 大家口袋零錢 零用錢沒有很多 所以大概就買買幾張買幾張 那以目前大部分在賣的啊 都是 SP卡比較多一點 然後尤其是近期的那個 一些活動 有出來的那些賣很快 就一下就沒了這樣 那SP卡喔 感覺才是阿伯賣最多的吧 因為SP卡最少就賣掉 21張囉 我覺得算蠻多的 可能阿伯的SP卡 價位算超便宜的 我一張好像是賣95塊 我也不知道這樣算貴還是便宜 因為我去地下街 所有的那個有在賣amiibo卡 全部都看過 他們一張SP卡 大部分都是賣到200塊 200塊以上喔 應該不會今天過後大家開始改價錢了吧 你放心 阿伯已經沒有在地下街賣了 所以你們可以放心的繼續賣了 比較受歡迎的應該就是 第一個是阿賴了吧 因為剛好有那個活動 那時候剛好在更新 第二個是莉莉 可能是太可愛了 第三個就是KK 第四個鬥裡 第五個 然後狸克五臉貓跟那個薛格 都在同舟賣完啦 然後第二個是秘魯 那島民的部分呢 就是賣掉了17張卡片 所以 由這邊阿 也可以知道 大家比較喜歡的島民 大概有哪一些吧 有畫插插就是賣掉的 我比較好奇的是阿 Olivia竟然沒有賣掉 不知道是不是 他的那個定價比較高一點 然後阿一的話 他是在日本的網站 是算全10名 排名的寵物之一 所以他其實他的價位在日本其實還蠻高的 而且我那時候在網站上有查一下 有一個人賣了台幣 4000還5000多塊 都不知道是真的還假 超誇張 然後像有幾個比較可愛的啊 也是比較少賣 可能啦 因為那時候價位是參考日本網站 然後有 取中間數 所以有些卡對他們來說 可能算比較貴一點吧 我想這個是玩家在入手的一個原因 其實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日本網站的那些動神卡的實際價位 但是在台灣應該還蠻能賣的 拿去跟老闆結算金額了 Go Go 現在手上這份是 這個月的收益 那我們看一下實際上賺多少錢吧 然後 我們從7月15號開始租啦 一路租到今天是8月16嘛 因為老闆說 可以再讓我們多放一天 所以我還蠻感謝他的 剛好在假日 然後7月15這一天 第一天只賣了兩張卡 悲劇 後面後面這邊 他其實日期寫的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也有點看的不是很懂 大概就依序都有賣 然後到 這幾號啊 我真的看不懂耶 7月20號老婆這什麼資金看得懂 我們每週都有紀錄 那詳細紀錄情形 我們會再公布給大家 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大概是這樣吧 有賣了幾張比較貴的卡片 總收益的話是 1503塊 那因為他這個是有扣掉吧 掉進了 所以會有零扣 然後回去再細算一下 明細的部分 讓大家知道這次賺多少錢吧 接下來就是 這次到底賺了多少錢 這次賣掉的卡片 總共賣了33天 其實是老闆對我不錯 他有多給我幾天這樣 那一共是 5790塊錢喔 不知道你有沒有答對 如果你有中獎的話 趕快聯絡阿伯 阿伯也是會自己上去看啦 該不會一堆人都來命 我說我中獎了吧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大家最關心的話題了 為什麼這次阿伯要特別去租貴位呢 然後貴位好惹嗎 該怎麼去租貴位呢 所以阿伯也是第一次做類似像這種鴿子曲 那因為一開始只是想說 單純的實驗看看 動森的這股熱潮 然後還有一部分就是 因為動森這次花了不少錢 所以看有沒有辦法回本一些 這就是為什麼當初想要賣的原因 本來是想把家裡的一些 沒有用到模型賣掉 豬貴位好找嗎 那時候去找其實 來說有點難找 那時候在地下街找的時候 其實找呢 應該有5家吧老婆 應該有吧 好像還超過 好像還超過 因為我們就是每一間 只要有格子的 我們就進去問 就發現很多都是老闆自己放的 他們可能因為想讓客人看東西 然後這樣又不用怕東西背頭 所以很多有格子那種阿 可能都是老闆自己放的比較多 那找到後來的話 有找到2家 後面只有找到2家是可以放的 有一家是因為他的櫃子 就是他的店面太擠了 就是擠到不行 後來找到這2家其實還算蠻滿意的 第一個是櫃子的高度啦 我蠻喜歡的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價錢 還算蠻合理 比之前那邊還省 之前那間是1500 然後我們找的這間是1000塊 對 光成本就少付了500塊 就差很多啦 老實說 做這個是有一個好處 你可以把家裡不要的東西拿去賣 對 只是某些商品 就要看環境適不適合 有一些是賣非卡片的 有一些是賣像玩偶類的 那我們是找的那一家是他有賣卡片比較多 我覺得比較適合 所以就找這個了 然後在租貴位的時候啊 比較重要就是一定會簽契約啦 那簽契約的時候 當然是留下一些完整資料 還有店家的完整資料 那些契約啊 記得就是一四兩份 你最少也要拍照存證 像我們那時候是拍照下啦 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一家的老闆其實人也不錯 算是給我很多充沛的時間 讓我去擺了 他是應該算我真的擺完之後的 隔一天才來開始算 好的老闆很重要 好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告一段落啦 謝謝大家收看我是阿伯 然後這次算是一個新的題材吧 那如果還有想要看阿伯拍更多影片的話 也歡迎在下方建議或留言 不管是開箱啊 實際啊 什麼都好 什麼都行 阿伯就是能拍就拍 盡量滿足大家 不要叫阿伯做奇怪的事情就好了 喜歡影片記得幫阿伯按個讚 按個讚 有空多回來幫阿伯看看影片就好 訂閱這種東西 我真的不強求 真的 好啦 感謝各位啦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